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贡嘎扎西先生是位谦谦君子 他学惯中西 精通藏汉文化 王康老师为宋别贡嘎扎西先生 曾泼墨辉豪写了一幅宋别词 贡嘎威额天地宽 扎西得乐 藏汉清 很多汉人朋友是通过认识贡嘎扎西先生 逐步认识西藏 并成为达赖喇嘛尊子中间道路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贡嘎扎西和他的事业 下面有请贡嘎扎西先生 贡嘎扎西先生您担任达赖喇嘛尊子 北美华人事务代表处负责人已经七年了 在这七年间您为藏汉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且现在要返回到达南萨拉 那么回首这七年的工作生涯您的感受是什么 谢谢张洁先生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跟算是工作经验 那回顾过去七年的话我心里感到非常大的一个骄傲跟鼓舞 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过去七年来在北美地区推动那个汉藏交流 那现在如果回顾的话任何一个人问我有什么最大的成果 我就把他为那一句话 现在在北美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汉人知识分子 面向汉人评论西藏的一个团队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过去七年来工作上最大的一个成果 那这个成果呢 主要归咎于达南萨尊者的教导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既定的政策 就是继续加强推动汉藏交流 加上在北美地区各界华人朋友的支持 由于如此呢 就有了今天的成果 我所以在回顾过去七年的时候 我心里感到非常大的鼓舞跟骄傲 龚尔扎西先生 您在跟汉人朋友的交往中啊 什么是您最欣慰的事 什么是您感到最困难的事 还有您是否还有没有实现的愿望呢 是 我感到最欣慰的是 因为过去七年来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结识了很多汉人朋友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 以及在推动中国民众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结识了那么多的朋友 大家都对我 不管环境怎么复杂 大家都对我给予高度的肯定 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但是我最困难的 也就是说 我心里一直想 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北米地区 每年都有 从大陆过来的年轻朋友 所以在年轻朋友的过程当中 他们对西藏的 西藏问题的认识 还不够 由于长期受到 中国政府的宣传的影响 他们对于西藏 还是不够那么的认识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不管今后在哪个地方 或者说 在新的华人事务负责人 继续加强跟推动的 主要就是在年轻一代的朋友里面 加强对西藏的认识 这是我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任务 虽然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 但是这一点 我们还继续要加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未来是属于年轻一代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对西藏的认识不足 或者对西藏认识不够 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宣传所引起 我们并不怪这些年轻人 我也相信 他们在自由的世界里面 继续生活 继续学习 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信息的时候 总有一天他们有智慧 分辨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所以我相信在今后呢 由于他们在自由世界的生活的 那个时间的增长 他们对西藏问题 我相信会有所认识 龚高山先生您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新的一代 实际上我们把八零年代以后出生的 我们称之为新兴人类 大概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就十八岁以上 这一代人 其实不光对西藏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也是感到很麻烦的一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代人呢 有些特点 一个呢 他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他是独生子女 同时呢 独生子女就带来个问题 是家庭对他特别的关爱 特别的爱护 或者说我们的千般宠爱于医生 那么形成他们性格上 他们会有一些 我们说不成熟 或者说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性格 其次呢 他们是在吃快餐文化长大的 你看他们天天离不开手机 他们的信息 他们很少去读经典原著 他们更多的去看现代的一些网络信息 所以这决定了他们的知识 他既有开放的一面 但是也有他比较肤浅的一面 第三个呢 他们也有很强的爱国的 你看只要习近平中共高官来出访 他们都会跑去欢迎 打着大幅横幅 但是又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又是普世价值 也就是说其实共产党是什么 党跟国是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 同时我们又发现 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事 都是新兴人类造成的 比如说给习近平画像泼墨 比如说深圳要求成立工会 还有我们所说的封了一个段子 叫内涵段子 所以集体开车就抗议等等 所以他们的身上又体现出 我们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他们很少做人论道 他们是喜欢行动 所以面对这一个特殊的群体 那么如何加强对他们的藏汉交流呢 是 这是你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那个藏人行政中央既定的 在谈到汉藏交流的时候 只要您跟藏人接触 我们不分这个汉人是什么样性质的汉人 不管是留学生 不管是民运人士 不管是作家知识分子 我们都会跟他们接触 所以刚刚您点到的这几个问题的 那个复杂的环境情况之下 那如何交流 汉藏交流工作 就是一个取决于智慧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经常在强调 尤其我在去藏人社会里面发的演讲的时候 他们都问起这个问题 比方说前几天我在纽约上周有一个演讲 大概是大概有三十多位那个西藏的大学生 我跟他们谈了西藏境内1949到现在的一个基本情况 以及汉藏交流的重要性 那其中有一位小姐呢 她是大概是大二的学生 她提出一个问题 她说在我学校里面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我也很愿意跟他们接触 但是这里面呢 有几个人是不同性质的人 有一部分人呢 首先她问你 你跟达赖喇嘛 跟西藏灵王政府有没有关系 第二 如果我可以跟你接触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我跟你接触了 那有些时候我根本没有兴趣 谈西藏问题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她问我 那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接触汉人朋友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那我可以 我就告诉她 以我过去的经验 我说 我们推动汉藏交流 不能有任何情绪 因为那个小姐也告诉我说 我碰到 在学校里碰到一个那个中国来的学生 我告诉他 I'm a virgin 我是西藏人 那中国学生说 那位中国学生说 We are same 我们是自己人 那他问 您有没有去过西藏 他说 我是出生在美国 没有去过西藏 那位中国朋友说 我去年 几年前去了西藏 西藏很美 几乎没有什么困难 但中央政府 那个投资了那么多几亿的人民币在西藏 那西藏人还为什么闹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学生或者年轻一代 不了解真相所造成的问题 他只知道中央政府一直在宣传 我们那个投了几亿人民币到西藏 那个西藏就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他不知道 1949年到现在 整整70年当中 在西藏各个地方逮捕了多少人 破坏了多少的寺庙 连对西藏民族做母语保护我们说话的人 到现在还在监狱中 如果我们为西藏环境讲一些话 就是西藏环境的重要性 你不能那个乱开 乱开开展那个矿产资源 你不能乱开森林 这样会影响西藏环境 不仅影响西藏环境 间接还影响到邻居的中国 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时候 那他们都不了解这些情况 所以我跟这些学生说 最好的方法 接触不同的人 然后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首先你并不一定要去谈政治 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建立友好的关系 因为对方年轻中国学生 毕竟也是人 你慢慢解释你个人的生活 你个人的处境 你怎么样到美国来 你父母的故事 父母为什么1959年 从西藏逃出来 所以每一个学生的兴趣不同 有些学生愿意谈政治 有些学生愿意谈西藏历史 所以我跟朋友说 我们必须要先 首先我们充实自己 要了解境内的情况 要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思维理念 要了解到目前为止 从2009年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150多位境内藏人 为什么要自焚 每一件自焚的背后 有什么样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这些都了解之后 你慢慢跟他解释 你慢慢跟他解释 让他了解西藏文化的美丽在哪里 西藏文化是一个非暴力的文化 是一种慈悲的文化 不仅能够利益藏民族 而且能够利益全人类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你慢慢去跟他解释的话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认识真相 所以我就告诉这些学生 也就是回答了 张洁先生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不同的兴趣的人 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跟他解释 这样的话我相信会有成功 这是我过去七年来的一个工作经验 当初我们在 我们举办那个文化表演 您也出席过一两次 那个接受西藏文化 接受西藏歌舞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位朋友带一位朋友 另外一位朋友 接受一位新的朋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们跟他解释 所以您也知道 现在我们解释了 很多以前来自中国大陆 现在定居在美国的 很多的年轻朋友 只要他们认识 那个西藏 只要他们了解真相的话 我不怕年轻的人 他们对于西藏问题 给予同情跟给予支持 共感先生 当我来到美国 有个人 有朋友介绍您的时候 他说 共感先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跟您打架的 我确实有感触 我在跟你提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因为您在北美 华人圈 其实华人圈很复杂 不同的政治观点 不同的政治派别 甚至会有相互的攻击 您是如何能够让各个不同观点的人 都能够去支持西藏 支持达赖喇嘛 我觉得这个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为什么您能够完成它呢 这主要是因为跟西藏文化所影响一个关系 那第二个是达赖喇嘛长期的教导 现在不管我是不是公告扎西 但是这个位置就是尊者达赖喇嘛 驻北美代表处的一个工作人员 所以我们的工作风格 个人的风度 我们必须要跟每一位华人建立友好的关系 我尊敬每一个人的想法 我也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观点 因为人就是这样 你对他好一点 他毕竟对你好 如果您对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人就是这样 他会你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过去七年来 我就是联系任何朋友 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我跟某一位接触的时候 可能另外一位 虽然在动机上没有什么恶意 他建议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时候我必须要用我自己的思维 因为我身为西藏人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跟汉人朋友建立友好的关系 透过他们或者跟他直接解释 达赖赖喇嘛的思想理念 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立场 西藏境内目前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个事件 包括达赖喇嘛最主要的转世 西藏境内的动向 以及北美地区 藏人社会的介绍 这些我都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解释 所以我刚刚谈到最欣慰的过去事情就是 大家都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 我为什么说这就是我最欣慰的一个问题 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过去七年来我接触那么多人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对我的工作一定会有所不满 但是我的工作几乎我没有得罪任何人 也没有得罪任何人的理由 主要是身为北美地区华人事务负责人 跟每一位华人朋友打交道 所以过去七年我跟华人朋友之间相处得很快乐 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华人朋友 包括您在内对我工作的支持 那不管怎么样 今后我也会跟所有朋友保持密切的联系 现在那个人的情谊 不管您在近距离或者远近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推动汉藏加入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共感杀西先生我们收到一个网友 他留言 他来跟你提下一个问题 他说您很多跟汉人朋友的交往 您是否研究过身子兵法 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您对汉文化您了解多少 孙子兵法我没有直接研究 但是您也知道我长期在还没有美国来之前 我大概二十多年我就在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工作 那安全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尊德达拉玛的安全 以及了解西藏境内的动向 所以孙子兵法跟那个一个人在安全到位工作的那个思维逻辑 就几乎是相同的 只是环境不同 所用的用法就不同 因为孙子兵法主要是教人如何发挥你的智慧 意思就是说你跟人打交道 你不能斗力 你要斗智 意思就是说用智慧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曾经看过 我的一个朋友把孙子兵法 整个孙子兵法也一成葬 所以孙子兵法就是说 让你在复杂的环境当中 如何发挥你的智慧 来形成社会各界 如何对你智慧的这么一个力量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就是说曾经好像是毛泽东讲 就是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所以不管是您汉藏交流也好 推动中国民主化也好 跟大陆境内交道关系也好 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信息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信息 来龙去梦 过去的背景 你在推动的时候 那好像在一个盲目当中 推动工作一样 所以必须要 我感谢这个网友 虽然我不是什么孙子兵法专家 但是孙子兵法 跟类似孙子兵法的那些思想 对我的工作影响确实很大 贡格扎西先生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您的视野 因为您毕生在为实现 打了喇嘛尊子提出的中间道路在努力 为什么您一直认为 中间道路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呢 因为中间道路的产生 不是突然产生 而且也不是别人给我们压力 而我们所采取的动作 您知道1949年之前 没有西藏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 所以西藏就是西藏 中国就是中国 但49年之后 中共入侵西藏之后 就有了西藏问题 所以1959年 达赖喇嘛跟部分藏人 被迫流往印度后 从59年到70年代 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恢复西藏独立 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现实问题 而且西藏境内的问题 中国大陆社会境内的问题 印度国内的问题 国际局势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藏汉民族 最好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 就是一个中间道路的战策 我上次也提过 因为大陆境内的朋友 很多人不了解中间道路 因为中间道路意思就是说 我既不去争取西藏历史上的地位 又没有办法承认现在的西藏现化 所以在两者之间 我们采取了一个中间的路线 就是我们愿意留在中国境内 为了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 所以我身为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 我也细读了 研究了中间道路政策的形成过程 跟它的来龙去末之后 我心里就深深的体会到 中间道路是最能够现实 对汉藏两族都有好处的这么一个政治主张 所以我们就坚定的支持中间道路政策 原因就在这里 龙卡扎西先生 您追求的事也是中间道路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它是个极权主义政体 并且在西藏应该制造了很多 已经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我认为是种族迫害 或者还可以更高的来说 包括联合国都已经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 你看有150多个藏人自焚 还有纳龙佛学院被毁 还有一系列发生在破坏宗教自由的 很多严峻的形式 或者是暴行出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并且西藏的青年也在成长 他们是一种全新的概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中间道路还可以继续推行吗 中间道路政策主张 我刚刚讲过 从60年代到现在的形成过程 以及中间道路政策是 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议会通过的一个决议 所以只要议会不改变这个政治主张 那身为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人员 跟我们的行政首长呢 必须要推动这一政策 如果有一天西藏人民觉得中间道路不可行 没有实力性的结果 我们要走另外一个路线的时候 只要西藏人民获得支持 我相信藏人行政中央会遵循这一政治主张 但是我们是目前完全实行民主体制的一个政治时期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要西藏人民议会不改变这个政策 我们继续还是要推动这个政策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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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 那刚刚您提到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中间道路提出道效率将近三十多年 在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质问题上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但是中间道路提出到现在 在国际上 在汉人社会 在藏人社会里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所以这些成果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说由于中间道路政策的这个推行 1979年1980年 那个境内境外藏人可以互相探亲 由于中间道路的执行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 藏人行政中央的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 不管去哪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困难 您知道那个现在比如说那个台湾总统 历届台湾总统要去任何一个国家 在美国转机也很困难 但是最近的一些动作有了一些 跟以往比较起来有一些突破 但是藏人方面 不管去哪里 都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政治 包括美国总统 美国国会 那个欧洲议会 西方国家的很多人 他们都认为中间道路是一个非常 有理由 有汉藏护理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相信 在美国转机也很困难 只要习近平要领导的中国当局 只要有政治意愿解决西藏问题 并不难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原因 就在这 因为人民选出来的路线 我们必须要尊重 跟把它推动起来 贡格杀希先生 我们收到了一个网友的提问 他是有关达赖喇嘛尊责 他提的问题是 达赖喇嘛尊责 1959年从大陆出走到印度 之前给很多中国人的感觉 西藏就是一个落后的一个宗教的地区 或者国家 喇嘛尊责只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 但是我们发现 达赖喇嘛尊责到了印度以后 他成了一个世界大师 他走到哪就把和平 并且跟西方无论是科学 政治哲学对话就毫无障碍 并且他的观念 这种先进性令人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就是 达赖喇嘛尊责这么一种现象 是之前 其实就已经具备了这一种 就是说他的宗教或者他的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尊责作为一个领袖 本来就具备了 而还是到了印度以后 感觉到西藏的政治制度 必须要进行改革 必须要跟这个世界融合 他进行了一种改变 还是两者本来就是一致的 还是不同 您来看看 我的一个问题 达赖喇嘛被迫凌亡到印度的时候 才24岁 他是1935年出生 24岁 大约24 25岁 那离开西藏的时候呢 到了印度之后 我们是举目无情 认识的只有天跟地 但是达赖喇嘛到了印度 是1959年的3月31号 踏上印度这一块土地 那印度跟西藏呢 由于文化方面 宗教方面 在历史上 有了非常特殊的一个关系 所以到了印度之后 达赖喇嘛第一个推动的 以前在西藏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个主张 但是没有能够实现的 他认为 所以今后的 今后的藏人行政中央的所有运作模式 必须要经过民主制度 所以1969年的9月2号 1959年4月29号 建立了原来在西藏的政府呢 就延续到印度境内 然后1960年的9月2号 然后1960年的9月2号就建立了西藏议会 所以达赖喇嘛一向认为 他有时候提出 他半退休状态 从2011年开始 他就完全退休 所以他的所有政治权利 移交给人民的政治领导人 那达赖喇嘛到了印度之后 他主要 不管是他在印度境内 还在国际社会 他推动的就是三件事 第一 身为人类的一份子 我必须要提倡跟推动人类普世教育观 第二 身为一名佛教徒 身为一名出家比丘 我有义务提倡 世界各宗教之间的和谐 第三 身为一名藏人 身为一名境内藏人的自由大爷人 身为一名由达赖喇嘛 投降的人 投衔的人 有义务要推动 保护西藏宗教文化 还有西藏环境 所以从这三个 他人生三大神明来看 他把西藏排在最后一个 把人类普世价值 跟各宗教之间的和谐 他就提出了第一跟第二 从这一点来看达赖喇嘛的思想观 他的那种思维理念就是全球性 不仅仅是西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今年现在是2018年 我们过去回顾30年的话 达赖喇嘛一向认为 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 很多困难 都是因为我们人的行为 而造成 那既然是人的行为而造成 我们必须要透过解决 改变人的行为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 因为每一个宗教的哲学观不同 虽然最终的目标是因为人得到有快乐 这是目的是一样的 所以达赖喇嘛一向认为 在世界上也有很多是不信任何宗教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说你没有信仰 必须要接受有信仰人提出来的问题 不能这么说 所以达赖喇嘛认为 我们必须要推动人类 普世价值跟世俗道德关系 在西藏文化 西藏宗教里面的佛教哲学跟佛教科学 这两点是您有没有信仰没有关系 只要人类有需要 这两种观点 我们可以把它使用起来 所以过去三十年 它一直跟西方科学家对话 最近新的一本书在中文里面已经出来 七月份在台湾正式上市 就是《智慧之海》 达赖喇嘛尊者于当代科学家的对话 所以这里面 我也借此机会推荐这本书 因为这里面主要强调了 达赖喇嘛尊者跟科学家当初如何建立关系 期间谈了一些什么内容 现在三十年了 正在谈什么内容 所以那些科学家 为什么那么重视 西藏佛教里面的佛教科学跟佛教哲学 所以因为这样的理念 达赖喇嘛以全球性的为全人力着想的这样理念 那他就受到了世界各地人的这样的支持 而且他不管在什么地方 他的知名度 他的吸引力不亚于任何一个世界级的领袖 这就是达赖喇嘛的可贵在哪里 所以达赖喇嘛为什么有这样的 因为他从小在西藏就接受了西藏佛教的教育 寺庙的教育 他在1959年拿到了格西学位之后 达赖喇嘛到了印度之后 他把佛教哲学跟佛教科学跟当代西方的知识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推动在世界各地 所以现在为什么达赖喇嘛受到那么样的尊敬跟主要关键战略 有的时候达赖喇嘛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真感谢那个毛泽东 如果您没有这样的举措 我可能会还留在西藏 那我留在西藏 大家奉为我是观音菩萨的画手 在布达拉宫的大法座上 做起来很庄严 但是不会有在外面世界的这样的联系 因为他那个佛教 那个基督教 悔教 科学家 年轻一代 小孩 各种各样的接触 达赖喇嘛对待人 他认为我没有以为我是达赖喇嘛 我没有以为我是诺贝尔和平战斗 他以为我们毕竟同样是人 就是人类的议题 所以这样的理念就是达赖喇嘛获得了世界上的 主要是关键是在这里 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 如果在现在中国大陆社会信息放松 没有任何渠道去了解真相 不管是中国境内的 还是有个西藏问题 只要社会稍微改变 只要老百姓有了解真相的渠道 达赖喇嘛一向讲的一句话 我很佩服 而且我很欣赏他的这句话 他说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只要你们 你们有权了解真相 只要你们有权 只要你们有权哪一天了解真相的时候 我相信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有智慧分辨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他相信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他也一直希望中国这个国家变得强大 所以他现在认为 现在看起来由于经济的问题 国际上谈到中国 好像世界各国都依赖中国的样子 但是从内心去的话 一提中国 大家都心里不受什么证击 这不是他污蔑中国 由于现在制度的问题 所以达赖喇嘛认为 如果在中国社会 道德不是价值能够提高 能够有一种在境内 有一种慈悲的改革 慈悲的革命 他认为 他希望是一提中国 大家都能够受尊敬的变成这么一个国家 这是他的期盼 这不是说说而已 现在大家提到于中国 心里有很多恐惧感 所以他一向认为 诺贝尔河北山得主 刘晓波先生 说颠覆国家罪 那他一直在讲说 刘晓波一个人 怎么颠覆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在很多西方国家那里 几千个人 几百个人 在抗议示威游行 他们也没有颠覆国家 所以他希望 中国慢慢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 新闻自由的社会 这样对中国有很大的保障 所以达赖喇嘛的思想 一向就是这个样子 贡格扎西先生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小网友 他提了一个问题 他对达兰萨拉非常好奇 他说这达兰萨拉到底是一个省 还是一个地区 它是怎么形成的 达兰萨拉你们现在施行的政治制度 他说你刚才谈到的是宪政 他说怎么可能变成宪政 应该是宗教合一吧 所以他说 不知道你们的政治制度 到底是怎么样的 您能不能做个介绍 谢谢这个网友 达兰萨拉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的名字 以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 达兰萨拉是英国人在夏天避熟的地方 因为它是在山上 天气跟印度其他地方比较起来 它比较凉快 那现在快要结束雨季的时候 达兰萨拉 所以9月10月11月算是 达兰萨拉在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气候 就是9月10月11月 达兰萨拉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那以前达兰萨拉那个避暑的地方 那有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震之后 把英国人把避暑的地方 因为当时死了很多人 避暑的地方离到西姆拉 那西姆拉是印度的一个城市 离达兰萨拉坐车将近八个小时 那1959年的3月份 当时的尼赫鲁总统跟印度政府 接受了达兰萨拉跟部分藏人凌亡印度之后 把达兰萨拉这一块地 送给了 因为现在达兰萨拉分三个地区 一个是上达兰萨拉 一个是下达兰萨拉 一个是上面 一个是下面 那中间那一块我们叫康奸基凶 康奸基凶就是快乐园区 它的意思 快乐园区就是目前 藏人形状中央所在地 达兰喇嘛的住西地达兰萨拉 快乐园区 康奸基凶就是中达兰萨拉 像跟中间呢就是快乐园区 这就是目前藏人形状中央所在地 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 全部是民主的一个制度 我们如果把它分的话 宪政民主我们是大概是三权分立 第一个是那个法院行政议会 这三个就是我们的目前的那个分法 就是类似三权分立 那最高行政首长 也就是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 我们就把它叫称它为私政 就是管理政治的人 他就是最高行政首长 由他来组阁 也就是他来选内政部长 教育部长 宗教文化部长 外交与新闻部长 安全部长 卫生部长 我们有一共有七个部门 那七个部门的部长是由私政来组阁 组阁之后的人选呢 提供给我们的议会 那议会通过了就通过了 议会否决了就否决了 这是最高行政首长 那我们的那个法院呢 直接受藏人的民事纠纷的案件 因为它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法院 然后议会 议会就是监督 司政等行政部门 任何藏人行政中央的预算是 经过议会的充分讨论之后 由他们来做决定 然后任何我们的选举法 公务员选拔委员会的法律 那个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的相关条例 什么审计所的条例 都是有因为它是立法机关嘛 都是由议会来通过 那议会呢一届呢任期五年 每年开两次会议 三月份是预算期 九月份是九月底就要开 九月份就是一个关于政治报告 研究政治报告 执行政治报告 那我们有三个独立单位 三个独立单位 一个是审计署 一个是干部选举委员会 另外一个是选举署 那选举这三个是司政不能干涉他们 因为他们三个是独立单位 那选举署是主要负责 司政选举跟议会的选举 每五年选一次 那那个司政呢一届任期是五年 可以连任一次 两届之后再不能连任 所以2021年 就是我们的大选 我们要选司政 我们要选 现在改项是第十五届改项 议会是第十六届改项 所以主要负责选举 那审计署是主要负责那个预算 预算通过之后 您知道北美地区 我们代表说每年都有预算 那预算通过之后 我开支嘛 每个月开支 开支之后 比如说今天我开了一个会议 多少费用有发票 那审计署每三个月 他那个审查一次 就说你说开会 发票在哪里 你是怎么开支的 如果你开会 但是名义上是开会 但是你花的钱不是开会的话 审计署不会通过 所以我们的审计署 虽然贵某些 但是他们管理的非常严格 所以我们是三权分立 那个法院 行政 司法 行政 立法 立法机关 就是议会 然后三个独立单位 现在 有些部长是达赖喇嘛 提名 议会通过 那达赖喇嘛认为 一个高僧 掌权 管政治 现在已经过时的一个信息 所以 我们的民主是 我一直在讲 我们的民主是 由上而下 不是由下而上 因为我们回顾 其他国家的民主的历史 就是发生了很多的流血的事件 发生很多冲突 好不容易得来民主制度 而且能不能顺利 也并不见得 但是达赖喇嘛 尊者认为 现在由喇嘛管政治 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时了 所以他在 2011年 全部的政治权利 交给我们的司令 2011年的8月8日 就职的时候 达赖喇嘛说 当天晚上 有时以来他睡觉的时候 最舒服的一次 就是当天晚上 因为他长期 他在西藏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改革委员会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成功 发生很多事情 他到了印度之后 他今年就是83 所以他现在不管 他主要推动 我刚刚讲的三件事 人类普世价值 各宗教之间的和谐 以及为了保护西藏宗教文化 语言环境方面 他积极的努力 所以我也感谢这个网友 提出那个达赖喇啦的情况 我大概介绍的话 可能简单介绍到 有了概念性的一个东西 是这么一个情况 共感扎西先生 您这一说 很多网友就明白了 因为达赖喇啦 实际上他的政治制度 是一个宪政模式 是一种权力分权制衡的模式 共感扎西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一位年轻网友提出来的 他对您的生活特别关心 因为怕您回去受苦 按他的理解 达赖喇啦还是一个很艰苦的地方 他就问每年大概从北美欧洲 有多少人返回到达赖喇啦 美国跟达赖喇啦相比 他们的生活差距大概多大 您在达赖喇啦的工资情况是什么呀 他说您不愿意回答 因为这个可能属于隐私的问题 也没关系 他就是非常关心您的生活 您能否解答一下 一般西藏人对薪水的高低 对个人的年龄一向不保密 不保密 这个没有这个习惯 因为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我们议会里面 每三月份的议会 九月份一直开两次会议 我们的从早到晚都是直播 所以那个预算的通过 个人的薪水 质询的情况都是公开 没有任何秘密 比如说我在美国去年 我现在回达赖喇啦 那你问我美国跟达赖喇啦差别 当然因为美国是一个 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 那达赖喇啦是我刚刚讲过 比较偏僻的 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山村 当然如果我们条件比较紧 当然差别很大 但是我上次在明镜做节目的时候 我也几乎讲过 我的就是肺腑之言 因为有人问我 那个汉人跟藏人之间的最大不同 那我当时说 那个汉人是吃泥 藏人是吃脏吧 这当然确实这一回事 但是比这个更不一样的 因为藏人是比较注重精神领域 他比较 当然外面的物质条件也很重要 他比较不去注重 外面的外在的条件 就算我今天拿到了一笔钱 当然藏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向三宝供养多少 我对这个生命供养都说 这就是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 信仰所影响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那目前在藏人行政中央 整个公务员大概加起来 我记得大概是500多 500多 那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人的薪水 并不高 并不高 上次我记得 司政接受了明镜集团总裁 和平先生的专访 那个时候司政谈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我现在是司长 但是我的一个月的薪水 大概400美金 那司政是400美金的话 其他差别就不大 因为司政部长 秘书长 我们有等级嘛 每一个等级之间 大概可能差100或者150 所以薪水比较起来 如果在美国的薪水 跟这边比较起来 然后我们把卢币 跟美金折合起来 那算多 那那个就差别大 但是这个差别都还是少 其实印度是在现在 不断的在发展 尤其达人萨拉 很多来过达尔萨拉的汉人朋友 都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 达尔萨拉并没有这样的发展 那由于随着印度境内的经济的发展 达尔萨拉的网界网络的条件 各个餐厅的条件 住旅馆都现在都已经改善了很多 当然跟西方国家比较起来 还是有差别 但是刚刚那个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回去之后 对我的生活呢 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尤其是别人比较不了解的 我们在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 会计会问你 这一年你要不要缴医疗费 相当于医疗保险 并不是全部的医疗保险 会计问你 这个月你要不要缴 那如果我说 这一年我要缴 他每个月的薪水当中 他会扣掉大概几百 几百卢比的 这个类似那个 医疗费 那这个角度 有一天你生病了 然后生病之后 你去看一家在卫生部 藏略行政院卫生部辖下的一个 首先你要去这里 然后卫生部辖下的这一家医院 诊断出来 你这个病比较严重 你必须要去梦买 或者新得力的一家 比较大的医院 很有名的 如果你手续这个合乎了 就算你花了一千万 政府都会支持你 这是一个公务员 那如果一个公务员 你生了五个小孩 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 不需要任何学费 不需要一分钱的学费 所以这些如果加起来 藏略行政中央的生活 公务员的生活 还算是可以的 这个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直接回到网友问题 我回去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因为就算遇到一点的困难 因为所有藏略行政中央的公务员的一个特点就是 一颗服务的心 如果你考虑到薪水 考虑到条件的 我相信这个人不会来参加藏略行政中央的工作 如果你考虑薪水 那你休闲 从头开始就不要参加 你参加了 不会有很大的薪水 但是一颗服务的心 能够为藏略行政中央服务 能够在达赖喇嘛周围服务 藏人算是这是一个非常如法的一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 你每天念经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每天念经与否 你为藏民祖福 等于就是跟念经一样的一个结果 是这么一个心态 观众朋友们 贡噶萨西先生不久就要去达兰萨拉了 尽管他离开了美国 但他和汉人朋友 藏人和汉人的兄弟友情 不会变 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 不会变 有位汉人网友这样留言 真舍不得您的离去 尽管我知道总有分离的那一天 您的慈悲睿智和坚强 映出了达赖喇嘛金色的光辉 达兰萨拉很远 但又很近 因为走过贡噶扎西这座桥 就到了 在节目的结尾 我想说一句藏语送给贡噶扎西先生 佩朗库 苏图加朗库 一路保住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贡噶扎西先生 感谢贡噶扎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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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噶扎西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